你現在收聽的是古泰義戰第95集 那今天這一集呢 古泰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天啊 明天非常重要 為什麼明天非常重要 今天禮拜幾 今天禮拜四 明天禮拜五 又到了收週限的時間了 那下禮拜呢 大家別忘記啊 下禮拜呢 又是準備要幹嘛 清明連假 長假 所以呢 明天啊 應該是說啦 各國股市 還有台灣的主力 都會先幹嘛 答案號 下個禮拜 要不要崩 就看明天了 清明節要不要變盤 明天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這一集非常的重要 今天這一集非常的重要 我會跟大家分享 OK 那在分享之前呢 請新朋友呢 你如果是第一次來古泰義戰的 記得幫我登錄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 訂閱 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那這邊古泰呢 只要有上片 就會第一時間的 YouTube就會免費的通知你 然後大家記得 每一部的影片下方 都有一個連結啦 你們記得要把這個網址打開 然後呢 你掃描QR Code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OK 然後呢 廢話不多說 來看一下 明天 禮拜五 要收收線 那台股啊 其實從昨天啊 已經跌破了上升趨勢線 你要說他表態了嗎 其實 也可以這麼講 也可以這麼講 因為幹嘛 今天還是沒有辦法收回去 你收回去才叫 幹嘛 才繼續走收斂型態 你如果收不回去 不好意思 這邊就算跌破了 這邊就算跌破了 那接下來明天要怎麼看啊 古泰就 不要廢話講太多啦 我們直接來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這一個K棒叫做什麼K 今天這個也是一樣 過高 破低 可是呢 收盤沒有破 所以呢 今天這一根K棒啊 其實 基本上 沒什麼特別意義 沒什麼特別意義 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五日線跟月線 五日線跟月線 這邊上檔壓力 外加上升趨勢線的壓力 非常的重 所以短線而言 其實 今天這個盤面 大家仔細看一下今天這個盤面 開高 這邊應該是開低 小拉 殺 殺完之後拉 拉完再過一個高 假突破又殺 最後收平盤 那 其實喔 以今天啊 今天來講 其實 阻力在幹嘛 阻力 目前是想要把指數 要跌 他也不想讓他跌 可是要上漲 上漲的壓力又太大 所以拉 這邊多空交戰非常激烈 那我們看一下明天 明天呢 加權指數應該要守哪裡 那 古泰給古泰一點點時間啦 好 去看一下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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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什麼好講的 明天加權指數 明天加權指數 記得一件事情 他一定要守哪裡 他一定要守 3月23號的 最低點 其實看明天的不得來回補 你明天最後禮拜五 如果多頭要再衝的話 他一定要把剛好是這個缺口要回補 這個缺口回補等於又重新站回這條上升趨勢線 明天如果不回補 大家下禮拜就要小心 我先跟大家預告 我先跟大家講好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威力 我每次講 只要有守下個禮拜都還有多方可以做 只要沒守 不好意思 準備sayonara 來給大家見證奇蹟的時刻 上禮拜我們預告什麼 預告什麼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 偏空 表示主力在放空 台積電 放空 所以爆發什麼 爆發intel的事件 所以呢 你說主力知不知道intel的事件 人家早都知道了 凡事有人早知道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啊 我每次講該守的地方 麻煩大家 尤其禮拜四今天這部影片 大家一定要特別記得 我有跟大家講 新聞面不重要 intel的事件 坦白講 我昨天是沒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在我看起來是還好 假議題啊 這樣聽到沒有 假議題啊 喔 凡事 幹嘛 要跌 有人會找理由 只是剛好幹嘛 這一個intel的事件 加速台積電的下殺 他本來 上禮拜人家主力就預告要幹嘛 放空了 這樣懂得意思嗎 這禮拜有沒有大盤有沒有破底 有啊 事實證明 這一個各國主要行情方向 準不準 屌不屌 厲害 一樣的道理 貴買 有沒有 偏多 這禮拜貴買還在幹嘛 創新高啊 有沒有發覺 所以呢 加權貴買不同調 這份表 上禮拜幾號 3月21號 就預告給大家了 所以呢 今天我等一下講的任何內容 都攸關於 下禮拜這一張表 他會怎麼樣走 所以啊 大家自己要説理 我們先預告喔 你如果 我有跟大家講 你不管做當沖 做股票的人 做波段的人 做純股的人 喔 這一方 這一張表 只要一出來 喔 什麼時候會出來 古太義在每個禮拜的禮拜日 都會跟大家做分享 只要一出來 麻煩大家把它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一整個禮拜在操盤的時候 麻煩盯緊他 看好他 OK 來喔 加權指數記好 明天 要守這邊 守禮拜五 守禮拜五 不是啊 守3月23號的第一點 他要站回去 他只要敢站回去 基本上 才有初步的止跌跡象 只要站不回去 不好意思 下禮拜 大家要特別小心喔 先講好 先講好 那你說最爛的情況 你如果真的覺得 下禮拜有可能 幹嘛 明天沒有守 下禮拜就收上去了 那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叫做不能破萬六 我又一直有跟大家講 今年的盤 萬六 是你最後的防守點 喔 只要一破萬六 不好意思 我有跟大家講喔 這邊啊 今天盤中有破啊 結果都拉起來 這邊如果再破萬六 就下去了喔 先跟大家預告 先跟大家預告 短線上自己要洗你喔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法人 投信 賣方了喔 投信站在賣方了喔 短線上外資投信 同步站在賣方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小心喔 那今天的融資啊 今天的融資是小禎 9億 小禎9億 等一下會來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到底融資在哪裡 昨天融資幾億 昨天融資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融資叫18億啊 你知道 融資幾億在台積電嗎 不好意思 15億 15億都在台積電 昨天 你說台積電你這樣會長 才有鬼 這樣懂意思嗎 那你說主力用融資鎖馬 其實坦白講 我今天如果是外資的話 靠 我們今天這些資訊 外資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啊 對不對 你要賭反彈 我就不想讓你賭勒 阿不然勒怎樣 對不對 所以呢 很多人就搶反彈的 今天台積電 等一下大家來去看一下台積電 再加碼融資 喔 我有跟大家講 台積電還沒止跌 喔 還沒止跌 喔 不要急著去接 喔 你說短線上會談 可能有機會 喔 阿 如果沒有談 我有跟大家講 你不要為了賺那極短線的幾千塊的價差 喔 那個一跳空阿 台積電現在很喜歡跳 喔 從他幹嘛 創高點就一路跳到現在 每次一跳 我跟你講阿 開盤就直接跌破了 你根本連閃都不能閃 喔 所以不要急著亂接 當然你說你要存股的 或者是定期定額的 那個就不受這個影響 喔 可是存股阿 喔 也要動態的搭配阿 你現在在歷史 興高存股 對不對 喔 短線要把自己整理喔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今天的閃戶多公比 喔 給大家看一下 還是多阿 欸大家記得喔 這個買一個多月的阿 喔 你如果說清明變盤 反正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就知道清明會不會變盤了 喔 短線上 這邊 買這麼多 大家還是要小心阿 雖然現在還是每天有掌停板的 喔 還是有那個 讓大家覺得很樂觀的 可是 破線 破關關或是假突破的 喔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喔 喔 明天只要加拳有手 就有機會重新翻多 喔 只要這個缺口封閉 就有機會重新翻多 沒有封閉 下禮拜還是要小心 然後看一下OTC阿 喔 OTC的部分阿 大家看一下 喔今天很好喔 今天最低點阿 達到199.33阿 喔 點33 我昨天說要守哪裡 我說要守點22阿 喔今天很好 有手 喔 可是呢 今天的OTC也是一樣 開高殺低 拉 假突破再殺 喔 這個 嘖 坦白講 他也在為明天做準備 可是OTC阿 要特別的留意 要特別的留意 明天要守哪裡 喔 我給 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不用看了 喔 OTC阿 明天要守 明天要守金高 喔 金高一定要過 喔 OTC 金高一定要過 喔 明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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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如果金高沒有過 下個禮拜就有比較大機會回撤 那剛剛我們有講 嘉全要守哪裡 守323那個缺口 低點被封閉 喔 那 最爛 不能破萬六 好 貴買也是一樣 如果他明天能夠守在今天的最高點 最好 喔 這是第一個 最爛的情況下 絕對不能破 199.22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遍 喔 明天 他只要站不上今天的高點 下禮拜還是空 下禮拜還是空 可是呢 我們可以容忍一點點 喔 讓主力容忍一點點 空間 最爛 199.22 絕對不能破 喔 這是給大家的分享 喔 你不要問我怎麼看的 喔 我就跟大家講 我看的東西就是主力會看的東西 阿信不信 隨便你 喔 這一張表 喔 多準 喔 你們自己看就好了 喔 上禮拜預告 幹嘛 貴買偏多 喔 這禮拜貴買有跌到嗎 沒什麼跌 喔 所以你的股票可能會覺得說 欸還好啦 對不對 喔 可是呢 加權跌了稀里花啦 光台積電一檔就嚇趴你們了 喔 所以阿 大家自己愛洗你 喔 自己愛洗你 好來看一下 台子期 喔台子期阿 我們來看一下台子期喔 台子期明天要守哪裡呢 喔 喔 喔 台子期 呃 我看一下夜盤好了 好 台子期沒有什麼好講的 阿 今天的糕點要過 今天的糕點要過 台子期 記好喔 今天的糕點要過 喔 今天的糕點要過 喔 台子期今天的糕點要過 最爛一樣不能破萬六 喔 最爛一樣不能破萬六 大概就這樣 喔 加權貴買 台子期 喔我講完了 喔 第一個價位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價位 就是正常 正規 要守的 喔 正規要守的 喔 這裡如果第一個價位都沒有守 很抱歉 下禮拜還是空 可是我們可以容忍一點點空間 讓主力 有一點轉圜的空間 喔 第二個價位 就是這樣 喔 第二個價位就是讓主力 有一點點 轉圜的空間 喔 大家懂的意思嗎 好來看一下 2330的台積電 明天喔 台積電要什麼時候才能止跌 要什麼時候才能止跌 我跟大家講 台積電 明天要站回去哪裡 明天要站回去哪裡才算止跌 明天要站回去 這一天的 最低點 叫做587 明天要站回去 明天只要他能夠站回去 587 才可以算初步止跌 這樣懂得意思嗎 明天禮拜五收週限 你說明天或者是今天ADR 現在 現在9點18分開了沒 我不知道 喔 可是呢 反正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明天 喔 明天 台積電如果 要能夠止穩 587 一定要收上 喔 禮拜五一定要收上 阿如果收不上 不好意思還沒跌完 喔 還沒跌完 喔我先講了 喔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有法人 喔 頭信還是在買 喔 而外資還是在賣 喔 那信用交易部分 欸你看 來來來來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昨天 大盤融資18億 台積電就佔了15億 帥炸了 喔 今天呢 沒有沒有談 繼續加碼 阿沒關係你就加加看 喔 你就跟著加加看 喔 不好意思喔 如果我是外資阿 我 我基本上 靠 我昨天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如果我今天是外資 我要搞你的話 喔 大家別忘了 這個頭信阿 都買在三頂 這個套了多少頭信 在這邊阿 那我們法人在做單阿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 停損的觸發機制 喔 那 我相信阿 昨天跟今天的融資阿 有主力進去用融資索碼 喔 這邊 不管你是閃戶還是主力 或者是 哪一個分點 哪一個操盤手 一定都有用融資去放大槓槓 昨天台積電的全正成交量 創了歷史新高 喔 不管是零股 有些人還用全正去賭他反彈的行情 喔 阿沒關係阿 就賭賭看嘛 喔 我今天如果是主力阿 基本上 我就不會讓他彈 我就不會讓他彈 反而讓他破底阿 破底下殺這邊會造成多殺多 要多殺多就會幹嘛 就會 撿便宜嘛 對不對 就來撿便宜阿 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明天的支撐區在哪裡 明天的支撐區在 五百六十四點五 五六四點五 那 你要搶單的人 要搶短的人 如果有來到這個價位 要搶再搶 或者是 他明天站回去五八七 要搶再搶 OK 台積電我講完囉 台積電我講完 我們看一下二三一七的鴻海 鴻海今天的法 那個 MIH的會員大會 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話 那因為他全程大概是三個多小時 我剛剛其實吃飯的時候稍微看了一下 沒有全部看完 我只截後面 後面重點阿 後面有聯發科 然後還有微軟 另外一個我忘記是誰 反正他們訪 趨勢科技 的一個訪談 那坦白講呢 整場而言 包括我盤後看到的一些新聞 其實 即短線阿 以今天這樣的會員大會而言 今天其實大家知道什麼叫會員大會 基本上就是幹嘛 邀請各路的廠商 各大公司阿 各大業內的大佬阿 或者是 比較資深的 基本上就是大家齊聚一堂 那大家一起去規劃 一起去講一下這個未來 然後大概 今天其實也是 大家去認識一下 什麼叫做MH 所以 以今天這樣的格局而言 其實坦白講 整場看完其實 坦白講沒有什麼 非常重大的 對於股價來講 可能是非常 影響非常大的一個利多 那 可是 站在一個工程師的角度 我 坦白講阿 光今天從後面的一些 節目的一些 訪談阿 包括微覽講到的 4H 或者是 三跨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就一個MH 它的前瞻性 還有它 其實未來的一個發展性 其實我個人其實是蠻看好的 至少方向來講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 呃 現在要導這個 基本上來 因為未來 整合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納了這麼多家的一個 業內 進來 那 在整合上 還有跨部門 跨公司 跨國 這一件事情 你要怎麼樣去做到一個水平 跟一個垂直的一個整合 這個是 在技術面上來講 我個人覺得 呃 而且大家如果有聽到那個 他們 最主要的主打 是未來是希望它能夠制定 一個公開 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 模組化 用模組化 然後有點像是open open的概念 去做這一件事情 所以呢在 開發的時程上面 我相信一定比 現階段 你任何看到的一些 呃 商業模式來講 他們 因為畢竟是open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進來 去做開發 所以 就開發時程上面 我個人覺得 它是一定 開發時程一定會縮短 一定會縮短 可是 以今天來講 整個其實 像今天 我有看到很多 有的評論說 都沒有講到 未來要怎麼去 整合這些公司啊 或者是 有的沒的 這些評論我個人覺得 以今天 今天是第一次的會員大會 第一次的會員大會 你到底要講 你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 是比較後面的東西 所以 以今天這個 會員大會 而言 我覺得其實 在 股價的反應上面 其實 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 利多 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利多 可是 你說今天 這樣的表現 今天 整場的表現 其實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算 還好啦 算及格了 很多人會說 第一場 就要講到說 整個 包括 包括為了要怎麼垂直整合啊 或者是水平整合 要怎麼去 統整這些資源 都沒有講到 欸其實 光就第一次召開 會員大會 其實就大家互相認識 然後大家去共同 講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一個 呃 有哪些的技術能力 大家去做 攤開來做一個 平台的一個分享 所以基本上 以今天這樣的表現 因為我個人覺得還可以的 我個人覺得還可以的 那只是 未來啊 基本上其實還有蠻多 要走的方向 還有努力的方向 所以 以今天的 這一場來講 就是 你說明天會 對於紅海 有多大的一個利多 反應在股價上面 我個人覺得 可能表現 也不會太亮眼 那明天啊 明天的紅海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價位 叫做金高 一定要過 今天的高點 要被突破 也就是說 明天 紅海如果能夠收上 今天的高點 基本上 都還不用太擔心 可是明天如果收黑 或跌破124 大家一定都要小心了 這邊其實 就要特別注意了 那今天MIH 3月30號又有一個 紅海的法術會 那 基本上 我個人比較期待 紅海的法術 因為會員大會 本來今天就是第一次召開 那 剛剛我看到新聞 大概是7月 確定成立嘛 那時候其實 其實 我覺得今天的MIH 有點像是在試水溫 那去看一下 目前各大業界 然後目前各大 市場上的一個反應 他有點在試水溫 所以 在30號的法術 我個人覺得 會是一個 對於紅海來講 決定於他這一檔股價 未來的走勢 會比較明確一點 所以今天這樣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算普通 個人覺得算普通 及格了 那只是說 要對於股價有很 實質重大的影響 可能會在3月30號 紅海的法縮 可是呢 從明天的股價 我們也可以 幹嘛去 推估可能未來的走勢 反正大家記得 我這一條線畫在這裡 是有我的用意在的 那大家有發覺 其實今天打到這一條線 其實就彈起來 打到126這個位階 其實就彈起來 那 目前啊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過 紅海 從之前到現在 他就是一路的 階梯式上漲 這邊 組了一個平台 這邊 再組一次 這邊再組一次 然後這邊 下樓梯休息一下 然後這 之後再走上去 那目前也是一樣 他漲完這一間 漲完一下 又要再休息了 那 明天 我先講好 明天 紅海 要能收上今天的高點 129.5 如果能收上 那 表示市場上 還有大部分的投資人 對於紅海這一檔股票來講 他是正面看待的 可是明天如果收盤 假設收破 126 或者是破 其實啊 我們可以容忍 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主力超盤手 都會站在一個定點 去看 這件事情 如果明天的紅海收破 124 日線收破 這邊大家 就要小心了 就要小心了 那你說 這邊紅海會不會 直接翻轉 直接下去 基本上還沒有這麼誇張 就算他收破 124 其實他前高這邊才 125 只是說 假設這邊收破 124的話 就表示紅海要進入整理 他的整理時間會在拉長 他整理的時間會在拉長 所以就極短線 大家要特別注意 明天 收周線 紅海要收上今天的高點 第二個價位 最爛 不能破124 先講好 大概是這樣 那以今天整場來講 其實我個人覺得 表現平平 表現平平 其實重點還是在3月30號的法說 因為 很多人可能會期待說 紅海今天會有什麼樣的利多 可是 大家別忘了 會員大會 今天如果紅海要發布什麼樣的重大消息 或有利多的話 其實 也會模糊 這一場大會的焦點 所以 其實 就今天整場 會員大會而言 其實我看起來 其實 你說明天要因為這場 今天這一場就是大漲 其實好像也不太會啦 可是明天如果能夠收紅 那當然是最好 那收上129.5 金高 那當然是最好 表示下禮拜 紅海要繼續衝 可是如果沒有了 再收破124 大家短線上面來講 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畢竟 大家記得 不是只有紅海一檔 整個大盤目前是偏空的 先講好 整個大盤目前是偏空的 所以你說紅海 就算中有再大的利多 其實都會受到大盤的壓抑 所以短線上 而且他又是全子股 我今天如果外資 幹嘛 要壓低指數 我第一個先壓誰 壓台積電 第二個 全子股最高的 還是紅海啊 所以 他也有可能會借著 壓紅海啊 所以短線上面來講 目前來講這邊 可能 在這邊會附近會比較震盪 那我有跟大家講 126以下才是買一點 所以呢今天跌到這邊 有可能只打到哪裡 打到我們的成本而已 大家懂得知道嗎 打到你可能這邊去搶的人的成本而已 你只要不是買在126以上的 其實今天來講你也不用怕 所以我有跟大家講 有些個股 什麼叫追高殺低 前幾天買在這邊的人叫做追高 而且這幾天我有提醒 我有特別跟大家講 紅家軍 紅海 海哥不要追了 我有特別提醒 因為幹嘛 我們 基本上在操盤 我有跟大家講 你自己要站在一個 不會讓你停損的點位 你只要一追高 你幹嘛 下殺你就會受不了 這是很正常 追高 你受不了你就會幹嘛 你在殺低 啊你在殺低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們主力操盤的時候 幹嘛幹嘛 我們在加碼 我們在做多啊 所以短線上 追高殺低就是這樣來的 有些個股 在哪一個位置可以買 哪一個位置不能買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短線上 希望 紅海這一檔 我有跟大家講 126以下的 坦白講 今天跌這樣 連三天跌 大家也沒有受傷 OK 好 然後呢 今天有人講到4958的真頂 4958的真頂呢 昨天才剛稱讚他說 守得還不錯 今天直接跌回來 可是 以真頂這一檔而言 他古性就是這樣 古性就是這樣 那古胎有說 122只要自限收破 古胎就會先出場 那122呢 今天最低點來到123 所以古胎也在 古胎也在 那 短線上來講 今天啦 今天其實他回來撤這個124 呃 表示幹嘛 他今天又回來收破124 表示這邊還沒整理完 124的壓力還是蠻重的 所以呢 等他重新站回124 假設啦 明天日限收破 122 古胎就會先走 古胎就會先走 未來只要他能夠再帶量衝出去 要買再買回來 要買再買回來 古胎有說 因為他這邊的前面套牢壓 其實不小啊 其實不小啊 基本上你說他這邊來回震盪測試 震盪的把這些 不安定的籌碼掃出去 把這些套牢壓力下化完 他也是需要時間 所以呢 目前來講 其實坦白講 我這一檔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要跌也不會跌太深 因為目前呢 他在跌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在跌就跌到哪裡 跌到年限跟半年限的位置 對不對 啊你 你有聽過人家停損在半年限跟年限的位置嗎 那是一整年的 投資人的成本去 主力的成本也在這邊 只是可能我們短線的投資人 可能我沒有辦法去忍受這個 譬如說從那個130跌到112 我可能沒有辦法忍受這麼 這麼大的一個跌幅 可是主力他錢夠多啊 他就是還會這邊震盪均線 就做糾結 所以短線上面而言啊 其實古泰有講 122如果破了 古泰就會先出 日線收破喔 記得是日線收破 那日線如果沒收破 這邊反覆震盪打底 如果他有再出量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幾天下跌都是這樣 亮縮的 那整個洪家軍而言 其實大家都會 等今天的這一場MIH 看有什麼利多啦 那既然今天表現平平 可能 明天可能相關的 可能會有 一點點的賣壓之類的 明天又是禮拜五 所以呢 明天如果洪家軍能夠力爭上游的 比如說台積電跌 或 鴻海如果 比如說政府 可能台積電護不了 可能 可以去買一點鴻海 把這個鴻海撐在這邊 或許 又有一線生機啊 所以短線上 目前就這樣看 那法人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那個 今天外資還是在買 頭戲還是在買 所以呢 反正喔 如果大家真的受不了的話 就跟古泰一樣 就是122 122 可是呢 這邊 反正122如果走了 未來 一樣 再帶量 衝上去的時候 古泰還是會買回來 記得老朋友 不要忘記他 老朋友不要忘記他 OK 好了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盤面的一個重點 今天的盤面的重點 跌幅大概台積電小跌了9點 鴻海跌了6點 有達 昨天那個面板股很強的 今天都直接落賽 最近很常這樣 就是一天 長紅 隔天就直接給你半根吐回去 短線上 大家要特別的留意 然後 國劇今天也是續跌 然後 華星科 廣達 真頂 然後看一下聯發科 聯發科 聯電今天有談 而且聯發科啊 聯發科呢 他其實全職排第三 那 台積電 昨天融資大買15億 我主力 我如果是主力 我連拉都不想拉 對不對 鴻海呢 因為今天有MIH的法 那個 會員大會嘛 所以呢 基本上 外資也不敢 貿然的去讀嘛 欸如果罰那個MIH 然後 幹嘛 表現得不好 明天跳誰 所以呢 他會去拉誰 就拉聯發科 講解說 其實這是一個幹嘛 金錢遊戲 這其實是一個金錢遊戲 所以短線 然後再拉誰 還有拉誰 拉聯電 對不對 拉聯電 錢 然後 富邦金 瑞譽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像這些全職股 有些不是 你說 他真的夠好 或是幹嘛之類的 或者是 你看 台積電 基本面很好 可是他為什麼會被殺 就為了作現 所以 有時候 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 投資人啊 尤其是散戶啊 很多人都很喜歡 以 比如說 基本面啊 或者是 未來的前景啊 趨勢去看 看待自己的股票 啊 手上有多單的人 當然都希望自己的股票 欸都會覺得自己的股票很好 可是 站在外資的立場 我管你股票也不好 我只要 整體的部位 我可以賺錢就好了嘛 我今天如果做指數 啊我為了要讓我的指數不要賠 讓我的指數大賺 啊幹嘛 台積電 大家看一下外資的成本 這一路買多少 外資的成本隨便賣隨便賺好不好 所以呢 基本上啊 這一路大賣台積電 啊所以咧 人家整體不會還是賺錢 人家整體人家只是賣什麼 爛賣老本啊 對不對 怎麼賣怎麼賺 對不對 因為幹嘛 我左手放空旗子 嘛 放空選擇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大家不要陷入那個迷思 哦 除非你是那個 要長期 譬如說你台積電有那個 1000多張的 有兩三千張的 哦 你要當那個大股東的 哦 當然啊 基本面對你來講很重要 大家懂我意思嗎 哦 所以短線上可能大家要特別的留意哦 哦 不是股價跌 這一家公司就不好 也不是股價漲 這一家公司都特別好 哦 都是為了控盤啊 今天台積電不拉 你知道大股跌多少 對不對 哦 然後咧 上櫃 群聯 台康生技 太景世界 文貌 玉泰 然後環球晶 力望合一同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那個 市場戰情監控圖 目前 站穩五日線的 跟十日線的 其實已經來到 將近五五波了哦 將近一半 哦 那 月線季線半年線跟年線的 其實 大概還有在六七成 哦 那今天盤面大概其實 也大概一半一半 哦 也大概一半一半 哦 所以短線上目前啊 其實你說要直接往下 垂直直接往下崩盤 基本上可能 還好 可是 目前確實哦 大盤在轉空了 漸漸轉空了 明天 如果 沒有收上 我剛剛講的 講的第一個價位 甚至還收破第二個價位 大家下禮拜 或者是連假過後 就要小心了 哦 這邊確實是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提醒 3 4月 這邊不管你怎麼算 轉折 大概就在這邊 好 所以短線上要留意 哦 要留意 哦 那 這幾天是不是忘記給大家 那個 點位的部分 啊 大家自己參考 自己參考 哦 那這股菜自己看盤 哦 就是 如果這個資訊 對你來講 有幫助的話 多少去參考一下 哦 OK 短線上 先這樣看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 今天的美股 啊 今天的美股啊 這個是 是納斯大克 哦 納斯大克呢 目前已經來了 所以回來啊 那個 明天很重要 先講 基本上明天台股收完 你就知道晚上美股會怎麼走了 哦 台股收完 明天晚上美股 你就知道怎麼走了 所以呢 明天如果收破完 美股可能就有機會再往下探 全世界的主力 我有跟大家講都一樣 哦 所以呢 短線上可能要小心 那這邊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目前季線 目前月線 剛剛有call在這邊 欸 剛剛好 他這幾天 有沒有 多頭都在那邊努力的撐著 哦 那 再給他兩 再給他幾天 一天兩天三天 再給他三天 哥好一殺鋼 再給他三天 三天 他如果幹嘛 沒有再跌破前面這邊的低點 基本上月線還是幹嘛 上揚的狀態 哦 那基本上就還有 多頭還有 一絲絲機會 哦 多頭還有一絲絲機會 OK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道琼 道琼呢 我有跟大家講 這一根 紅K低點 如果被跌破 不好意思 就準備拜拜了 哦 那 現在在幹嘛 現在納斯達克幹嘛 準備幹嘛 納斯達克費班 在準備由底部往上彈 嘛 道琼在幹嘛 由高檔往下 要跟誰會合 跟 納斯達克費班他們會合 哦 所以呢 這邊啊 你會發覺 可能一些傳產類股 最近可能 就要特別的小心了 那 以目前他跌到這邊 其實也當然跌到那裡 這裡是月線的位置 這裡是月線的位置 哦 那如果又跌回來 這個前波的頸線區 哦 就好笑囉 那 那如果這一根紅K在跌破 就真的趨勢確立了 自己要注意 先講好 先講好 哦 那 道琼 假設我那時候其實有跟大家講 這邊如果他來個假突破 如果又這一根又跌破 費班跟納斯達克 費班跟納斯達克 如果又往下破底 短線上大家可能就要特別留意了 哦 就要特別留意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雅谷啊 我看一下 因為我沒有開那個 我看一下今天的亞洲股市 今天的港股啊 哦 他是往下破了哦 哦 那 可是他收了 收了一根紅K上來 哦 基本上還有舊 哦 深圳股市也是一樣 哦 今天算是跌破之後又收上來 哦 短線上形成一個 稍微的假 幹嘛 假跌破 哦 還可以接受啦 這邊其實已經逼近臨界點 逼近臨界點 短線上可能大家 反正明天 禮拜五 記得 哦 我剛剛分享的那幾個價位要有手 哦 要有手 OK 哦 然後呢 給大家一點時間 看一下那個 今天的 這個 多方選股 大家如果 來來來 幫大家選 今天多方選股 比較少了 選了二三檔 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哦 這是今天的多方選股 哦 那今天的空方選股啊 好來看一下 空方選股 哦 分數排名一下 哦 大概在這邊 哦 華星科啊 國巨啊 哦 這些我都有預告 我說幹嘛 是我放空的標的哦 哦 哦 那你說 那個 其實被動元件哦 其實我怕的是什麼 我怕的是忽然 比如說公布的一個 比如說鼓勵政策啊 哦 配的很高幹嘛之類啊 就噴上去 噴上去 他長期啊 其實以目前來講啊 其實這邊 警線已經 確立了 哦 那警線呢 我有跟大家講 警線就是幹嘛 一線之隔嘛 要多要空隨便你 哦 那我現在在等什麼去呢 我現在在等大盤啊 大盤如果確定 假設明天貴買 跟家犬 全部同步轉空 那個 打開了 哦 所以呢 短信上 這邊要特別注意啊 家靈我有跟大家講 哦 閃戶歡樂買啊 高檔座頭歡樂買 然後結果呢 那一天我講完之後 隔天就直接跳水 一根長黑灌下來 哦 那目前他首100 哦 那 首100呢 其實也剛好來到前波的起掌區 陽明光也是啦 哦 所以呢 短信上 哦 目前啊 光學類的 其實大家要接 那些 我個人覺得 目前還不是買一點 哦 還不是買一點 短信要特別注意 然後今天上癮 有稍微 彈了一下 盤中有嚇到 哦 啊 啊 就這樣嘛 對不對 哦 不用怕 站回400 啊多單 空單要回補 再回補 哦 短信自己要小心啊 這個 創意 哦 今天今天創意其實有 這邊 短線而言啊 打到這個頸線有彈 哦 有彈 哦 那 不管啦 哦 站回季線400塊 哦 要回補 咱們空單再回補 好嗎 哦 短線這樣要特別注意啊 立基啊 給DIC了 哦 這個 目前他算是這邊守得還蠻漂亮的 哦 可是呢 這邊如果大盤不破 哦 基本上 是還有機會的 啊 大盤不破呢 欸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狙擊標的啊 OK 好 今天的百元衝關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百元衝關的股票 選出來這幾檔 大家可以去看 哦 那今天有人做黃田啊 恭喜 哦 OK 哦 那其他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呢 看一下投本筆 來做賬的 其實今天選了45檔 哦 選了45檔 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啊 比如說金居啊 哦 其實做賬啊 325啊 325啊 要做賬啊 也沒幾天了 哦 投信要拉也沒幾天了 所以呢 通常來講 我個人比較喜歡看結賬 哦 個人比較喜歡看結賬 那那個投信啊 這幾天在結賬的 第一檔啊 創建 哦 哦 然後呢 中頂啊 哦 開門啊 哦 這都會結賬的哦 自己注意哦 你自己看這個 哦 帥炸耶 哦這個自己要小心啊 哦 帽達 帽達啊 今天漲停 哦 蠻強勢的啦 然後呢 經濟 哦 全新 哦 建設 哦 這裡也是一樣 一個小M頭出現了 而且這個 建設是怎樣 欸 建設 建設這一檔 不要亂接哦 他這邊已經是幹嘛 他是過高哦 他這邊是幹嘛 就技術線型而言啊 就技術線型而言 他是用一個過高 又多假突破的方式 這裡 大家有聽過嗎 啊 假過高 增破底 哦 這個短線他自己要小心哦 哎 這一檔 可以捏 哦 又多了一個空方的標的 多了一個空方的標的 哦 反正大家最近呢 自己要説你啊 星星也是一樣 哦 這個也是過高 哦 這個 自己要小心哦 哦 咱們先這樣跟大家分享 哦 反正這些股票 大家自己去看 哦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看一下卷值比高的 哦 卷值比高的呢 看一下那個龍券回補日啊 哦 3月31號金像殿要回補 哦 然後再來日升金飛鴻星星 哦 長龍行九陽 哦 第一桶嘉陵啊 哦 台船 哦 立青 哦 大概是這樣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啊 直立率 哦 來看一下直立率啊 好 好那這份錶呢 呃 因為大家可能那一份錶 給大家那一份錶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要一檔一檔找很難啦 哦 那這邊呢 古泰呢 直接幫大家篩選 好不好 直接幫大家篩選 那這裡的倍數啊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的倍數叫做什麼 預估 哦 預估今年 配的 鼓勵 除以 他過去五年或者十年的鼓勵 哦 多了多少 哦 多了多少倍 哦 那如果大家沒有概念的話 哦 我給大家看一下那個華碩啊 哦 華碩今年配了多少塊 華碩是 2353 欸 2353紅基 哦 來看一下2357的紅 華碩啊 華碩呢 今年多配多少 去 他以往大概都是配14塊 14塊 今年好像配36 欸 26啦 哦 今年配26嘛 所以呢 他的倍數比就是幹嘛 26除以以往的倍數大概是14 這樣懂得意思嗎 哦 所以呢 啊然後呢 你如果沒有概念 這個是倍數的概念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 聽不懂 反正 我這邊有幫他寫 這一第二欄叫做什麼 多配 多配就是幹嘛 就是 他今年 預估哦 我們現在算的都預估了 今年預估 他會比他 以往5年跟10年 多配多少錢 所以華碩來講 他就等於 多配了哪裡 多配了幾乎啦 我們用預估值大概是14塊 事實證明華碩有沒有配這樣 多配給人家 有 他多配一半給人家 哦 因為他去年賺很多嘛 所以呢 用這樣去估啊 我有幫他算出來了 所以呢 我們直接用那個 用這樣去算 然後再來 這個技術啊 這個技術叫什麼 就是 這個4啊 這個4就是表示 XQ 他已經抓到了 去年 整年4季的資料了 所以呢 這個4代表的意思就是 他已經抓到去年 4個季度的一個EPS了 所以資料是 預估來講 是非常準的 那如果你看到3的表示 他最後一季 第4季 XQ還沒抓到 所以呢 這裡我們是用前3季去做預估 這樣看得懂嗎 好 那這裡年預估值率率 就是我們用年的EPS去算 前三季的 所以預估的殖利率也是 預估的殖利率也是 這裡我就用前三季去算 好我們直接來幫大家 快速的篩選 今年有機會 多配的 來喔 答心 這個 因為我目前看不到 現在到底 那個這家公司 他到底公佈 鼓勵了 鼓勵政策了沒 我這邊其實XQ 這邊沒有